最近看到一宗新聞想說一下 都很重口味的東西 有關加息等等 雞飛舊走 Anyway 簡單來說 一個經濟體系如果我加息的話 一定對經濟是有害的 如果我加到100利息的話 你會塌慢的嘛 即是借錢的那些就被人召喚到暈 很簡單的說一件 我可以當劉雨暗揭的 你有劉雨暗揭的時候 我突然加你10利息 你不就口血了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那所以呢 作為一個總統 理論上他也不想加息 除非你真的通脹壓不住 但是呢 這篇文章我都很喜歡有人拋出來說 拋出來說 你可以去說說這件事想一下嘛 那不是說他那時候的論點 有機會 暫時還沒想到那樣的 只不過呢 我覺得是 他講的東西可能是對 但是未必是那個原因 那想分享一下吧 首先就是他這篇文章說到 特朗普是不太希望的 加息會繼續 因為想拖到他連任之後 經濟才差 那他就成功連任了 對不對 而聯儲局方面呢 就反過來 是說什麼呢 想加多點息 等之後經濟衰退的時候 有多點子彈去減 那前面那個呢 可以說是對的 後面那個呢 比較稀一點 還有搞笑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如果他加息的步伐 減慢下來 你衰退也會遲些來的 對他來說 那其實就是你遲些做事 那聯儲局也有任期的嘛 那他甚至乎可以拋一下拋一下 拋一下球給下一屆 都還沒遲的 那所以這一點其實是 不成立的 你說加多點息 等自己可以有些空間去減 即是甚至乎 我們前很多年 出現過一個現象 甚至乎是負利率 負利率說的是德國 在日本 你存錢入銀行 那一百元 誰知道呢 下一年拿回來的 可能是九十九個九號幾 即是會扣錢的 這樣就很害怕 那你一般來說 會怎樣做呢 如果拿錢 銀行竟然會扣你錢 那你就可能會 不斷買東西 即是買所有的投資產品 和樓等各樣 盡量不要拿錢 那你不拿錢 所以負利率呢 是對經濟有好處的 理論上 但是 另一點就是 都有些人 即是你負利率 我就收在家裡的曲奇餅棍 那我就 不用讓你扣錢 不過始終 如果你的錢 放在家裡 是會有風險的 那就未必 對 即是會這樣做 只不過看到這單新聞 想說一下 因為都 我有另一些想法 我才說 對 不知道會不會太重口味 即是 可能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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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